亚洲共有48个国家 还包括三个地区 香港、澳门和台湾 但是我们看到 在亚运会上 48个国家只出现了42个 其他6个到底是哪了 我们翻开整个亚洲国家名单 可以明显的看到 总数是48个 而在亚运会这个赛事上 参加的楞是缺了6个国家 这6个国家主要位于高加索和西亚地区 包括高加索三国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基亚 西亚三国 塞普鲁斯 土耳其 以色列等 总共6个国家 这6个国家虽然没有参加亚运会 但是每次的欧洲运动会 练赛 这6个国家都赫然在练 就这次来说 亚运会看不到他们 但是欧运会肯定能看到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为啥好好的亚洲 就被分成两波 42个在亚洲参加亚运会 6个还跑到欧洲去蹭会 这到底是为何呢 真实原因有两点 首先 是有国不愿意参加 从本质来看 出生地一般是无法改变 改变了那是七十密度 而对于国际来说 有五个国家就是典型代表 那就是除了以色列以外的五国 我们分别来看 塞浦鲁斯 处于亚欧交界 深受希腊影响 因此文化上接近希腊 所以不认自己是亚洲国家 还加入了欧洲联盟 跟土豪过日子 而土耳其也是如此 土耳其虽然是中东大国 但是却否认自己是亚洲国家 愣是往西方钻 加入了北约 而高加索三国更是如此 跟了俄罗斯 苏联这么多年 古则里瞧不上亚洲 所以也认为自己是欧洲 跟欧洲土豪们是一家 于是这些国家集体不跟亚洲玩 表示自己跟亚洲没有啥关系 自己是欧洲的 所以亚运会压根就看不上 直接上欧洲了 而且这些国家都想家 驻欧盟 尤其是土耳其都盼了几十年了 第二 想参加参加不了的 这个就是以色列 对于以色列来说 位于亚洲腹地 还是知道自己是谁吧 所以一直也是很想融入亚洲 跟亚洲搞好关系 因此 刚开始的亚洲运动会 以色列都参加 但是此后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 伊斯兰国家交捂后 开始不行了 每次的运动会 以色列要来参加 直接阿拉伯国家抵制 愣是几十个伊斯兰国家 将以色列赶出了亚洲 不让其参加亚运会 对于以色列来说 这是典型的想参加参加不了了 这没办法 亚洲不要 每周又太远 只能就近找欧洲收留了 逼得欧洲都是老熟人 申请下就通过了 所以亚洲就被割裂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四十二国家上三个地区在亚洲搞亚运会 而一部分六个国家跑了欧洲去参会 于是我们看到 亚加达亚运会 只有四十二个国家的身影了 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 发出自己的声音 写历史我们是认真的 更多精彩 请关注农夫史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看更多责任编辑